您好 欢迎收看3月3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午餐时刻 您的餐桌或是便当吃的是什么呢 有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质吗 儿童缺钙的话会影响到骨骼的发育 年长者少了钙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现代人普遍生活忙碌 假如觉得靠吃的实在有些麻烦 那么用喝的就相对简单 也能够适度的补钙 包括像是喝进无糖优肉乳240ml 大约是正常玻璃杯的容量 或是把两汤匙的黑芝麻粉冲泡饮用 另外像是杏仁奶或是豆浆加上黑冻粉等等 也能够补钙 当然也别忘了适度的保持运动 以及晒太阳的生活习惯 随着年龄增长 骨质跟着流失 根据统计就称国人钙质摄取都不足 因为老人家他的饮食的钙质可能一来是摄取不够 然后二来可能是老人家他太阳也晒得不够多 身体吸收钙质的那个能力也下降 增加一个骨折的风险 想强见骨骼 民众补钙都会想到他 早餐刚好就是泡牛奶喝 牛奶吧 喝牛奶吧 除了牛奶含有丰富的钙也能从蔬菜补充 芥兰有超过200毫克 线菜 绿豆芽 红凤菜也都超过100毫克 想剥菜或是甜菜根 这些很多人会把它当作绿拿铁 去加牛奶去做个饮品 食物当中的草酸或是植酸的这一块食物 那如果跟他一起吃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率 豆制品也是补钙盛品 像是豆干有600毫克 豆干丝 油豆腐都超过200毫克 也是素食者的好选择 豆腐跟豆浆会比较第一优先 豆干跟油豆腐之类的 平均一天都会摄取个两样 这样才会觉得说自己才有摄取到 至少有一半的钙质 在制作这些豆制品的时候 会添加一些碳酸钙 那碳酸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钙质 额外去做补充 食物中的乳糖和大白质 也能帮助钙质吸收 营养师建议吃高钙食物 加上运动晒太阳就能顾好骨本 大爱新闻牛书屏 邓一中 李建宽 台北报道 今天的天气稍稍回温了 不过近期的天气偏干冷 很多人就比较容易流鼻血 但如果您是反复鼻血流个不停 或是鼻涕和痰当中还出现有血丝 甚至还有偏头痛以及耳鸣的状况 请务必要尽快的就医检查 很可能都是罹患到鼻咽癌的初期前兆 医生提醒 如果您长期吃过量含有亚硝酸盐 或是亚硝酸的加工品 还伴随有家族遗传史 都会增加罹患鼻咽癌的风险 鼻子敏感族群在天气变化时 常会直打喷嚏或流鼻涕 如果鼻涕长期带有血丝 或时常流鼻血 要当心是鼻咽癌的前兆 如果说你今天流鼻血 流的反而是在后部的鼻腔的鼻血 这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所以它流的鼻血常常是 你醒来吐得第一口弹 看到怎么有血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鼻血很常时候 是鼻咽癌造成的 鼻咽癌主要是鼻腔咽部细胞异常生长 形成恶性肿瘤 使得呼吸道变窄 患者初期会有鼻塞的症状 到了晚期 肿瘤扩散到鼻痘 会出现持续性偏头痛 舌头麻痹 吞咽困难 声音沙哑 或是视力模糊 尤其是在上颈部摸到有硬块 然后超过一两个礼拜都 都没有变小或消失 或者是单侧耳朵闷塞 造成一些耳闷 或是甚至有出现一些单侧听力 有一些受损的情况 就要特别小心 鼻咽癌发生原因 如果长期吃过量 含有亚硝酸盐 及亚硝胺的加工食物 或是重复感染 人类炮诊病毒第四型 以及家族遗传 都会增加罹患鼻咽癌的风险 家族史 超过一个以上的 鼻咽癌的病人的话 直系的一等血情 建议定期追踪一下鼻咽癌 它罹患鼻咽癌的比例 是正常的两倍到三倍 由于初期鼻咽癌 治疗成功率达到90% 医师提醒 如果发现可疑病症 可从鼻咽部 做组织切片检查 把握治疗的黄金时机 带新闻蔡配音检员集台北报导 今天地牛又翻身了 是发生在凌晨的0点48分 规模4.9 镇央位于宜兰县的南澳乡 深度只有10.8公里 属于基前层 最大震度是在宜兰县四级 而全台各地皆有感 不过这是属于正常板块的能量释放 再带您关心到的是 香港的尖沙嘴大火 是昨天发生的深夜高楼大火 一栋还在兴建当中的42层楼高 强风助长火势是越烧越猛烈 火星4G 还有许多燃烧过后的碎片掉落 波及了几邻的大楼 以及多间的饭店 还砸伤了路人 大火是整整烧了9个多小时 才总算控制住了 周边的道路进行交管封闭 也严重影响到隔天的巴士地铁运行 熊熊烈焰 这是香港尖沙嘴火烧高楼的声音 新建中的42层大楼四处着火 加上风势强劲 火星在空中四散 让周边饭店及社区住户 上百人吓得半夜紧急疏散 带人火食和焚烧中的着物 有高车跌到落街上面 在那个看书的时候看到有那个火花飘过来 而且底下声音非常大 我们把所有那个证监和电脑先带着 然后我还没有换好衣服就下来了 2号深夜时一时许 消防局货报这栋翻新中的海员之家 高楼层出现火光 火势随后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一度出动无人机探勘灾情 但目前尚不清楚起货原因 没有风的时候就没这么严重 现在有了风一吹 怕它把周围几栋楼全部烧起来 建筑阴架 铁网不断掉落 火厂附近景名喜来登酒店 国际电信大厦等重要地标 受伤的三人中 两名行经该路段的驾驶 是被掉下的火屑烧伤 另一人则为附近大厦的居民 记者形容这场大火烧到连民众在地面 都感到眼睛不适 巴士路线会改到行驶 巴士可能会因爲有所言误 另外港铁招杀局站部分出入口贴出告示 因为发生火警需要暂时关闭 火势直到3号上午8点半才完全控制 警销正全力调查起火原因 大新闻 武贵镇编译 至于在南美洲国家阿根廷的大火 起因则是夏季的高温热浪 还引发了国家电网故障 全国性的大停电殃及了2000万人 目前阿根廷的异常高温比起同期 军温高出了整整有10度 才会灵火四起 烧毁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 就连火车 地铁 公车等等都大受影响 这样的痛苦日常在不想方设法改善 后续还将严重冲击到民生经济 以及工业的生产 街道漆黑一片 车灯成了唯一照明 另一头月台上人潮拥挤 乘客在闷热的车厢内动弹不得 手上的纸成了仅有的散热工具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埃里斯 国家电网发生大火 导致一座核电厂被迫关闭 全境大停电长达数小时 超过2000万人受到影响 起火原因尚待调查 但与天气脱不了关系 大口喝水做好防晒 民众惹得受不了 阿根廷笼罩在干燥炎热的天气中 部分地区甚至超过摄氏35度 比均温高出约10度 加上用电需求旺盛 今年1月起全国已发生多次停电 虽然停电在阿根廷并不少见 但现今已造成人民困扰 学校停课 企业关闭 影响层面不仅仅在民生上 旅游和经济也饱受打击 带新闻王家镇编译 太平洋岛国万纳渡 在当地时间今天的清晨5点多 发生了这么一起规模6.5 极浅层强震 后续又警铃发生了5.4的余震 索性都没有引发海啸威胁 不过万纳渡这个小小岛国 却遭逢了飓风天灾 而且是接二连三 他才刚历经了飓风朱迪的侵扰 第二个飓风凯温 随即又宣告要登陆了 当局警告将会出现降雨 洪水以及破坏性的墙风 要避免二度受击 请当地的居民务必做好准备了 G2020国外长会议 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宣言 最后是在中俄两国的反对之下无疾而终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依然进行了在周边自乌战开打之后 两国最高层级的面对面会谈 尽管只是两人在场边 短短十分钟的对话 却是俄乌战争以来 两人首度的非正式会顾 俄罗斯总统普廷上个月才刚宣布 要暂停参与美俄双边的新战略武器裁检条约 恢复核子事报 布林肯再次的急声呼吁 莫斯科当局收回这项决定 也表示美国会持续的实质援助乌克兰 但俄国外长对于在G团体外长会议上 讨论俄乌战争是相当不以为然 甚至斥责为闹剧 下段新闻还要与您分享 一个原本早年痛苦人生 如今透过了环保 找回顺遂与安然 休息一下 共同回到新闻现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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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是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此际在土耳其强政过后 即将要展开新一波的发放 地点是选定重灾区 嘉际安泰安泰普省的小镇 这里有超过八成的建筑 瞬间被移为平地 此际备妥了物资卡 及预寒毛毯 要帮助至少7000户的家庭 事前发放地点的选定 也格外的谨慎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嘉际安泰普省的 努尔达一镇 此际勘灾团 预计要在这里进行发放 7000多户 只是努尔达一镇 将近有八成的建筑物 就像现在这样子 是倒塌 或者是完全毁损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如何找到一个 安全又坚固的地方 进行发放 对慈济勘灾团来说 是个考验 在几乎全毁的灾区里 寻找适合的发放地点 并不容易 还好有在地的政府官员 请力相助 哈克同时也是灾民 一夕之间名下的房子 车子 所有的一切化为乌有 他苦其所苦 带着慈济勘灾团 从市政府的会议厅 接边的店家再到学校 希望乡亲们能够早点挺过难关 可能跟那一栋不太一样 对 那感觉比较像教室 我们自己看得比较好 那这边真是看得蛮痛心的 那这边满目苍蝇 真的是受灾的这个里面的灾区 那我们找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就是要发放的地方 事实上就正好带 它这一区这个block没有损毁 那我想我们应该会做一个很温馨 那一个很适合当地的发放 一个安全又温馨的发放 将在3月5号展开 来自全球的爱 此季之工会亲手送到灾民的手上 大爱新闻杨警惠 邓志明 土耳其报道 援助土耳其全球共善 香港靖斯堂 连续两天的义麦祈福会 汇聚众人之善 祝福土恤灾民 手工才能做出的环保袋 有爱心温度 这一盆立体纸花 有浓密的祝福 用了多长时间 我用了七天 今天我看到他们根本是 为了土耳其来做一个电视 我觉得是很多的心思 摆在这里 而令到一个心意 摆在这里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要买这一盆花 两天义麦祈福会 香港靖斯堂有满满人气 珍藏许久的手工艺品 不但让人美丽 心也更美 是我亲手做的 然后呢 一直都不舍得拿出来卖 可是这一次呢 我觉得他们可以发挥到 他们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们很开心 就舍出来了 任何人都能轻易上手的酒精墨水画 利用酒精香溶香赤以及快干的特性 在不吸水的纸张上让墨水扩散 干涸后凝结成美丽线条自然墨基 年轻妈妈想要行善 对于孩子则是探索和学习 易卖内容包罗万象 举凡艺术 个人饰品 服装 生活所需 或者美食 蔬果 应有尽有 小学生陈果林买20元再多捐30 可以捐钱给同一天 因为他们地震 碎了很多屋 加上基盘狗 必知有他们的英国 所以我就想买两支给我的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一方有难 各地主统也回到慈祭的家 平时都有放粥盆在这里 身边的人都说要捐盆 我们就代劳 我们就带牢 拿捐盆来 发生经世灾难 善的声音要持续敲响 达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香港综合报道 善的声音在全台各地也能够听得到 慈祭人除了持续的走上街头 慕心慕爱 也举办了各式的义卖活动 爱的暖流瞬间加温 但您看到是在台东共善的市集现场 祝福土耳其地震灾民 生者心安 亡者灵安 祝福土耳其 敲爱新罗民众络绎不绝 照过后也献上一份祝福 冷气团来袭各地降温 此际台东联络树意卖会 却是热闹滚滚 现场27个摊位 有吃有喝也有玩 税务局共襄盛举 你出事严有件 那么只需要用三张的云端画票 或七张的纸粉画票 就可以把这个环保舌粉带回家 环保意识抬头 很多人自备环保餐具和购物袋 用实际的行动爱地球 因为我车上都被有 大大小小的环保袋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 或者不要使用一次性的 这样的包装品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这个世界都充满爱 为他们来祈福 很求他们早日脱离这个灾难 早日恢复家园的平安 除了定点意卖 志工也捧着爱心香 穿梭大街小巷 不断弯腰 只为了劝募更多人的爱心 让萤火虫的烛光 汇聚成为灾区重建的曙光 台南慈祭之工 陈立雄 曾是素食餐厅老板 好手技不藏私 在静思堂的厨房里 一呼百应 邀请了上百名志工 大家手工做萝卜糕 慕爱吃烟土耳其 用两个高丽菜 请多大业 清早志工们忙着备料 做萝卜糕液卖 援助土耳其 而大厨是他 为了灾区 大家尽量做 预计做2000个 踏入慈祭三十多年 曾开过素食餐厅和水电行 老板陈立雄 曾赴921地震灾区 协助震灾 看到远方土耳其灾民 受苦受难 过去经营素食餐厅的他 重返熟悉厨房 人类但是心很愉快 当初看到921的情形 去过灾区 就了解灾区的情形 真的很可怜 尽一份维卜的力量 帮大家这样 在烹调方面 它有很独到的口味 集合众人的力量 它就可以有更大的效果 除了餐厅大厨 还有国中生 差不多六点多 希望他们能盖好 更多房子给他们住 他们这样子的灾难 我们是有感深受 邀你一起让爱延续 送自土耳其 短短三天 志工做了近2500份萝卜糕 一份份庶民美食 化作点滴爱心 大爱友情将暖流汇聚 把来自台湾的爱 送到土耳其 大爱新闻 思雨城陈立伟 台南报道 静随新转 人生风景大不同 台中慈祭志工吴雅廷 命运坎坷 至少是养女 婚后也含辛茹苦地 拉拔亲民儿女长大 环境艰困 让她的内心苦不堪 直到12年前 走入慈祭做环保 付出当中找到了归属感 骑机车在回收每天至少两趟 66岁志工吴雅廷 12年来都是天未亮 载到太阳升起 他还提供自家土地 当作环保点 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分类 这股拼劲 感动许多志工 回收完就赶快做定点 所以做到下午 老大这个 老二 老三 吴雅廷生了六女一男 有12个孙子 现在家庭美满 但她自己从小 却是个苦命的孩子 六回没老母 本人 那种我从苦头到游戏 我们四个人都有本人 本人人都很好命 可能我命比较差 19岁结婚 命运并未好转 不得婆婆的缘 丈夫又忙于应酬 吴雅廷抚养孩子压力大 12年前接触慈气环保后 才改变她的人生 现在做环保 是吴雅廷最重要的心灵寄托 走过辛苦的前半生 她终于找到幸福的归属感 大爱新闻张桂德兰 欧永光辉台中报道 美国加州南部罕见的降下暴雪 200多公分积雪 使得当地的道路封闭 游客受困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断粮的危机 受到暴风雪的影响 距离洛杉矶一百多公里处 发布了紧急状态 洛杉矶公路一周之内两度关闭 大雪阻碍到交通 连外的公路也改采为 单向现实通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你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节目 大爱剧场白袍的约定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